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夜之间倾家荡产 随后婚姻破裂 只能背井离乡 外出闯荡 一份爱情让她重拾信心 2007年她在当地玫瑰产业最低谷时再次返乡创业 我认为就是一个传奇 她太不容易了 她的经历跟常人根本不一样 每年销售额翻一番 五年打造出当地龙头企业 看诗浩如何把握商机走出一条玫瑰铺旧的财富之路 欢迎收看制服经 提起今天节目的主人公诗浩 当地人都这么说 说她的故事非常的传奇 比电影还要精彩 2012年的时候 她因为收购玫瑰花一夜之间倾家荡产 之后还离了婚 无奈之下背景离乡出去闯荡 但是2007年在当地玫瑰产业最低谷 别人都选择不干的时候 还是这个嗜好 她又回来了 而且只用了五年的时间 她就打造出了一个年销售额超过三千万元的企业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2013年5月 接着来到甘肃省永登县 见到10号时 她正在玫瑰花地里指挥采摘 她说这两周是她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能不能赚钱就看这两周 她要收购到加工一年的鲜花 这些鲜花将给她带来超过三千万元的销售额 哎呀特别嘛 每天晚上加班都加到 昨天晚上就加到三四点 昨天就下来是九万多 五年前 10号靠贷款九十万元创业 到现在打造出一个玫瑰加工行业的龙头企业 带动当地玫瑰种植面积超过两万亩 有两千多户花农跟着她种花致富 佩服 大家都佩服 要不是没有这个公司没有这个厂子 我们的玫瑰产业也发不上不到今天 佩服得很 人家是佩服 有能力 咱的小路也好 跟他专家 跟他也支付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人佩服的企业家 在采访中谈起自己的创业经历 却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当时的情况心里还是很难过 十号伤心是因为在2002年的时候 他曾因为收购玫瑰花一夜之间倾家当产 他的婚姻也随之崩溃 最后只能背井离乡 外出闯荡 2007年 十号又在当地玫瑰产业最低谷 别人都不干事返乡再次创业 五年之后 企业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三千万元 我认为就是一个传奇 当时的那种逆久情况下 作为今天的这种情况 非常不容易 中间经过的这些坎坷呀 难以想象 有时候也很悲 有时候也感觉很浪漫 因为他并且这里面还有一些爱情故事 像咱们就很平淡的 感觉他这个医生就是很传奇的 人生因为玫瑰而大起大落 十号的经历 也被当地人称作是传奇 那么他到底是怎样 一步步的把握商机 走出一条玫瑰铺旧的财富之路呢 十号出生在永登县苦水镇上新沟村 高中毕业后 他在镇上一家企业上班 1992年辞职创业 开始收购当地大山里的一种特产 找到了 哪个是啊 这个 这就是发菜啊 对 干的是吧 对 这个一件水 它就马上就出了 泡发了 泡发了 十号从村民那里收购野生发财 写信之后转卖到兰州市的土特产店 2001年国家为保护生态环境 禁止采摘野生发财 十号只能停了生意 永登县苦水镇种植玫瑰有200多年的历史 2001年时 玫瑰种植面积有5000多亩 苦水玫瑰是一种食用玫瑰 当地人在玫瑰花里两厘米长时摘掉 然后烤干当花茶卖 因为颜色鲜艳 奶冲泡 吸引了广东等地的客商上门收购 销路不愁 原料充足 十号觉得加工玫瑰花这生意很稳当 决定转干这行 2002年 十号拿出多年积累的100多万元 在村里建起了加工厂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次转行会让他的人生发生巨变 办厂仅仅两个月后 他便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 非常意外的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一陪之后啊 倾家荡产啊 老婆也已经婚了 现在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一瓶子洗了 不但牵了一瓶子 而且都是 他 他是我小时候 他都被这个伤刀亲 虽然是他的艰难了 是吧 他太不容易了 怎么这样 他的经历真的太 太过瘾 跟常人根本不一样 那一个夜晚 注定会让十号刻骨铭心 当时 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 2002年5月25号这一天 十号在加工厂指挥生产 下午四点多钟 他惊讶地发现 来厂里浇花的农库 骤然增多 那天是突然停电了 我们下面好多企业啊 全部都去停产了 不能运转 它上面这个村呢 正好有电嘛 他说我们不是一个 不是一台电压器嘛 整个苦水镇只剩两个加工厂有电 一家怕加工不完 不收花的 农户只好涌到十号的工厂 预计鲜花总量要超过三十吨 而十号的工厂 一天的加工量只有七吨 收花吧 加工不完 鲜花当天就要乱掉 不收花吧 按说也可以 当时十号没和农户签订收购协议 但他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 却始终没说出拒绝的话来 当时我就看到咱们的农民啊 因为一种特别希望的眼神在看中 我就没办法拒绝这个 气球的这种眼神 因为我就是在这 这个地方吃着玫瑰长大的 十号觉得最好能想出办法 解决花农的燃眉之急 他到车间看了看 突然灵机一动 烘干设备每四个小时烘干一批 如果只烘两个小时 玫瑰花半干就拿出来 再到外面露天晾晒 加工量就能从七吨增加到十多吨 如果全厂工人通宵加班 加工量预计能够达到二十多吨 真有少量加工不完 损失也不大 想到这里 他做出决定 敞开收购 那个时候在那个情况下 咱说呢 到处都没人收 他做一场 我办的一场 我们是为农户的 我收了 他收了 对对对 那一天 焦花的农户 挤满了十号的工厂院子 当时每吨鲜花 要一万四千元左右 鲜金不够 十号就给农户打签条 一共花出去五十万元 鲜花足足收了三十五吨 当时二百多平米的车间都被鲜花铺满了 有一米多深 十号带着全厂工人上阵 开足马力进行生产 到了晚上将近十二点钟 意外的情况突然出现 晚上火焰点就下起来去 整个就是 这些想的这种办法 全都就破灭了 没法拿出去凉晒了 对 五吨鲜花加工到半干 又被雨淋 第二天肯定要烂 十号赶紧改编计划 按四个小时一批彻底烘干 能加工多少 只能天天由命了 那一夜 车间灯火通明 机器不停 到了凌晨五点钟 还有二十六吨鲜花没有加工 十号伸手一摸 全部都发热腐烂了 我说这下就全部完了 我竟然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当时我就坐在这个厂教这 摊在这儿吧 就站着 坐在壁上 对 感觉没有力气站起来 没有任何力气 五十万元收购的鲜花 只生产出价值四万元的成品 一夜之间 十号就背上了四十六万元的债务 欠了全苦水镇 上千户花浓的钱 没有资金 工厂倒闭了 之后妻子也和十号离了婚 家里只剩下女儿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 十号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她感觉整个人被抽空的 大脑一片空白 天天躺在家里发呆 老母亲怕十号挺不过去这个坎儿 经常安慰她 她说什么呢 她说 我永远相信你 你不要担心 有什么事都有妈妈 这就 一直在鼓励你 对 母亲的鼓励 让十号震作起来 她决定到外面寻找出路 赚钱去还债 2003年11月 十号带着母亲和女儿离开了上新沟村 2002年 十号转行加工玫瑰花 但是却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 而且还背上了46万元的债务 而离开家乡之后 十号意外的收获了一份爱情 正好是这份爱情 能够让她重拾信心 2007年 她在当地玫瑰产业最低谷 别人都选择不干的时候 又返乡再次创业 并且迅速东山再起 2003年12月 十号带着母亲和女儿 来到甘肃省永登县城 一家人无处安身 她的高中同学李永让 得知后非常同情 把一间门面房免费给她用 十号在这里卖起兰州特产 母亲和女儿租住在附近的一间小屋 全家总算是安下身来 同学介绍了一位下岗女工 王秀业来店里工作 王秀业勤快能干 十号对她的印象很好 2004年5月 王秀业的丈夫出车祸去世 十号开始关心这个 同样苦命的女人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 就打电话呀 发短信鼓励我 就一直 有时候就发十几个短信 你一定要站起来 我就经常跟她说 向我学习 什么都是看开点 十号和王秀业同病相连 两颗心越走越近 2006年2月 他们结了婚 2017年 十号的欠债也全部还清 王秀业经常鼓励十号 树立信心再次创业 这让十号重新点燃了创业的激情 我说你跟着我 我三年之内我完成原始纪的 五年之内我会做出一个很出名的公司 我们每天都鼓励 我想鼓励 她就说老婆子加油 老头加油 我就是经常就这样 2007年5月 苦水玫瑰 因为种植量大 价格从高峰年份 每公斤十四元 跌到了每公斤两元前 花农开始砍玫瑰 烘烤玫瑰的加工厂 有些也关闭了 在行业遭遇重创的时候 十号却返回了家乡 还说要再次从事玫瑰加工行业 当时大家都不做玫瑰 把树都砍了 她反而又去做玫瑰 这我们当时听了以后不可思议 真的是理解不了 别人退了你再上 别人为什么退 产业最为萧条的时候 十号为什么还要干玫瑰加工呢 玫瑰做花茶必须当天烘烤 要不鲜花就会烂掉 价格波动也大 把玫瑰深加工提炼精油 精油的市场价格稳定 2007年时 一公斤达到八千元 加工精油 要使用盛开的玫瑰花 再撒上15%左右的盐烟制 然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他们采这个做什么用呢 先不告诉你 你自己采采试试 我试一下 这一采 这个水分出来了 采得搁吱搁吱的是吧 对 不采的话 它水分马上掉下去了 这个上面就有好多花子干了 干了就坏了 采了之后能放多久 应该能放两三年没问题 加工精油 不用担心花烂的问题 而且加工附加之高 因此十号第二次创业 决定要生产精油 当时苦水镇有四家精油加工企业 用的是这样的土设备 每家企业的年产量只有十几公斤 十号打算办一个设备先进规模大的企业 稳定当地玫瑰价格 当时他没有资金 就找到十任苦水镇的领导张天权 谈了自己的创业设想 这个特色优势产业 做成这么消沉 线上也非常着急 镇上也非常着急 苦于我们找不到轮头企业 给他给了信心 只要你奔着这个做大玫瑰产业 这个方向走 我们全力以赴支持 在镇政府的协调下 2008年初 十号贷款90万元 开始加工玫瑰精油 玫瑰精油稀释后 可以直接口服 也可以涂抹护肤 十号给精油设计了多种包装 他利用以前销售土特产的渠道 通过兰州的特产店来销售 现在每毫升的市场价 在300元左右 您喝的这个感觉味道怎么样 这个口感喝的后面 也有个淡淡的清香 第一个自家乡产品 第二个很多人都适应过了之后 都说得不错 2009年 十号的100公斤玫瑰精油 顺利售出 企业的销售额将近500万元 11年前收购玫瑰 倾家荡产之后 2007年 十号又重返家乡二次创业 他贷款90万元起家 两年之后 企业的销售额就将近500万 而这还不是最让人惊奇的 在采访当中 记者了解到 从2010年开始 十号的玫瑰财富 每年都能够翻一番 销售额从800万元 一月超过了3000万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看到十号的玫瑰精油 生意红火 不少加工企业开始效仿 到2010年 苦水镇的玫瑰加工企业 达到了40多家 十号开始筹谋新的出路 要让自己在整个行业内 保持领好的位置 2009年底 十号去了一趟兰州市 谁也没有想到 就是从兰州之行开始 十号的企业连续两年 销售额翻番 从2010年的800万元 猛增到2011年的1600万元 2012年又超过3000万元 这让同行非常惊讶 这速度太快了 出人意料的 确实是出人意料 我们也带顿了 我们的玫瑰花 它要是停一天的话 整个口水镇的玫瑰花 马上下降 都是它提的 玫瑰价格 现在 十号去了一趟兰州 到底发现了什么经营秘诀呢 2009年底 十号到兰州出差 在特产店 他看到了一种特别的咖啡 这种咖啡与中药结合 有咖啡的味道 又有中药的保健功效 这让十号突然有了灵感 能不能做出一种玫瑰咖啡呢 用市场上少见的吸引产品 吸引消费者 这不正是占领市场的妙招吗 他立即行动 找到安徽一个咖啡厂家 成功地研制出了玫瑰咖啡 尝尝 感觉怎么样 还是咖啡的味道 但是有一点玫瑰的清香 对 这就是 这个产品的特点 十号全部采用合作生产的方式 先后做出玫瑰红酒 玫瑰蜂蜜 玫瑰化妆品等 六大系列 一百多种新产品 2010年初 十号与当地政府联合 要举办一场摄影大赛 他来提供赞助 并且颁发奖品 这吸引了甘肃省 一百多位摄影师 来到苦水镇 2010年5月 摄影大赛落下帷幕 获奖选手和评委 都得到了十号的玫瑰新产品 随后 当地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把获奖作品 在兰州市巡回展出 吸引了很多媒体 前来报道 摄影大赛后 十号还赞助举办了 玫瑰形象大师选拔等一系列活动 这些活动 提升了公司知名度 很多外地客户 也找到十号采购 玫瑰新产品 卖到了北京 上海等地 2012年企业的全年销售额 超过三千万元 一年就收购 农户的鲜花七百多吨 在十号这样的龙头企业带动下 现在 永登县玫瑰种植面积 达到五万亩 记者去采访时 兰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的领导 来到当地 现在 十号正通过他们协调 想联系法国专家来苦水镇 合作开发香水产品 估计到今年的七八月份就会来了 来了以后就准备再用灯来建一个 香水研究的一个研发基地 今年年的有望 做成产品 能够上市 十一年间两次创业 历经大起大落之后 终获成功 十号的创业之路 可以说异常坎坷 那么作为一个创业者 他会有哪些创业心格呢 九十秒的广告之后 咱们听听 十号的创业问答 我觉得创业很难 但也不难 我们是社轮企业 首先对这个 农民啊 是我们做产品的基础 所以将心换心 用最真诚的感情 去唤起 农民的 对我们的支持 这是先做人 一定把产品的质量做好 质量做好 才能赢得顾客 人们常说这么一句话 看似是开玩笑 但其实说的特别实在 说理想很丰满 但是现实很骨感 的确 不管是创业之路 还是人生道路 都有鲜花 当然 也更会有荆棘 在理想和现实 出现巨大落差的时候 只有像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诗号这样 勇敢的面对现实 摆着不挠 一直坚定地走下去 才有可能到达 理想的彼岸 生意面临灭顶之灾 他的无奈之举 让客星 缓成旧星 因销售额增加三倍 一个小小蛋糕店 在他的眼里 却暗藏销售真金 一举让甲鱼专卖店销量 直线上升 飞进周折 他要引进一条 入冬要被冻死的鱼 同行替他担心赔钱滞销 他却说 这里面商机无限 看蒋天明 如何三部领先 创造两千多万的年销售 中55年煮的 generations 2017年系列人 560年式 Feng 웶毙 宜丛